我以前有一個舊同事 不要說名字 那時候我駕駛MR2兩個位置 他那時候停了一排 我要載他和他女朋友回家 那時候我住西貢 他女朋友住粉嶺 我要載他女朋友回粉嶺 再載他去沙田給他 我載他去西貢 他兩個坐著我載他一個粉嶺 他女朋友當然說 那時候又拔著你的車 我說什麼拔著我的車 那些東西又拔著你的車 兩隻在我這邊 一個在你的車頭蓋 兩隻在我這邊 他是陰陽眼的 我停下車 什麼兩隻一隻 他在那裏一個 我這裏兩個 你不要開槍 我不是啊 你不要嚇我啊 他說是要幹什麼 然後我送他回去 我問他男朋友 喂 你女兒說話是不是真的 他說是陰陽眼的 他說 行了 你下次有空載他回粉嶺 我放下給我女朋友 我給他載他 買他在那裏 我載他回粉嶺 再回沙田 他倆坐在那裏 我也在那裏坐 這麼辛苦 很慘的 他坐最大腿 什麼啊 我都坐三個 你問我可不可以坐在那裏 中常 我躲在那裏 所以你說這些東西 是不是有 我覺得有 這些東西 當然你不要 不要盡信 或者盡量 不要盡量 有個什麼 叫什麼 沉迷 這樣 這樣 其實你個人 沒有做虧心事 任何事都不用怕 我覺得 你沒有做虧心事 你做了虧心事才害怕 你殺死了別人 或者這樣 你才害怕 你才疑神生鬼 很多時候 哥哥不是因為你沒有殺過人 或者做過壞事 其實前世 你上一世做過壞事 都有冤親寨主 我不是 但你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上一世 你過了一條奈何橋 就什麼都忘記了 很多時候 人們為了報仇 等到你這輩子 做人來搞你 上一世大家都不知道 除非你就走去問 問你自己的三世 但我覺得 不要問這些 問了你就有個 你問了就變成有條癡 有條癡 沒有東西就沒有東西 有東西的 就糟了 怎麼辦 怎麼才會化解 那不是的 你知道了 你就會導人向善 為什麼要知道 就是因為你要 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 你問了 我上一世 阿段 你上一世原來 害過一個女人 你經常都覺得 有些什麼都是為了這件事 有些一又不信 這件事 影響到我的 一又不信 就變成 人有自己的 依賴了 有些東西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上一世 我上一世 害了一個女人 你經常覺得 這件事不信 就是這個女人 報復 他報在我身上 會承認 我覺得 為什麼說 都是女人 是不是女人才會報復 我真的不知道 女人小器 不是 這是主觀性 男人不小器 女人比男人小器 應該比較小器 不是 說女人的女鬼 我有個朋友 也是 小時候 不用啊 他以前有個朋友 回來我家 無端端發瘋 誰的朋友 她的朋友 能不能說 哪個啊 Catherine 以前你女朋友 我都不知道說誰 他姐夫在廟街開檔那個 我有發瘋嗎 真的不知道 有一次不是發瘋嗎 突然發瘋 我給你一條鍊 有說過 上一集已經 他沒有聽過 你信不信 我也信 我那條鍊的佛 就是盧慧剛的哥哥 在泰國 找過師父 我還經過三年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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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師父 突然間 原植 還放在廟堂裡面 接著 我才去拿一條鍊出來 我也是拍戲的時候 在二樓落地 硬了下去 通常硬的這個位置 正在進院 我佛的玻璃裂爆了 我人是沒事 只有一點點痛 你信不信 大德高僧有一定的法力 所以說到佛牌 哥哥你熟不熟 因為很多時候 泰國買佛牌 千萬不要走去買 雖然泰國人是善良 但也有些害群之麻 但怎樣去分 那個是正牌 還是正牌 所以一定要找人要認識 一定要認識盧慧剛 為什麼呢 因為盧慧剛的哥哥 他們真的帶著放大鏡出來看佛牌 但是佛牌有分 任牌 有分男女牌 你男人帶了個女性牌 不適合你就會做大件事 女性帶了個男性牌也不適合 帶牌有很多禁忌的 尤其是女性 去洗手間 你一定要在裡面拿出來 把佛牌放在後面 大小二面也是 洗澡 放在房間裡 不可以放褲袋 腰對下不可以放 你和你的Honey Happy的時候 要脫掉佛牌 放在那裡 很多禁忌的 不是帶佛 你要知道很多東西 我記得當年江哥哥哥哥 是很熟白龍王 誰是江哥 白龍王我以前也有看他 誰是江哥 盧維江 我以前也 我以為你說鄧剛榮哥 我以前也每一年一兩次 跟江哥 孟海 江哥 孟海 演員就是這幾個 大傻 大傻哥 我去見白龍王 但是自從他 安排一些旅行團去見他 就不准了 我不敢說 我就少見了他 我第一年去白龍王 我和劉華先生去的 一去到 白龍王見到他 就走過來和他聊天 找盧師兄和他翻譯 就不是和我們去看 就帶了我們去一個地方 這裡將會起樓 叫劉先生投資 然後劉先生沒有去到 他都不對 我過去叫問師 問師 就是叫我投資 已經錯了 他早期很見 他自從給旅行團一團團去看他 我最早看他的時候 一天只有五十多人 要半夜坐租車去找他 因為要開幾個小時 通常在曼谷半夜渣渣渣渣渣到我們就在巴提雅租酒店 住了早上五點起床進去 六點前進去吃早餐 然後坐在那裡等他 因為以前我們最早期見他 他跟我們一起吃早餐 現在就沒有了 他最多人的時候就沒有了 最少人的時候 最初我們是一天看五十個左右 他跟我們一起吃早餐 聊天 每一個聊得很詳細 例如你坐在那裡等 等到吃下午了 十二點 還沒看到你的 你就在他那裡吃完下午 再看下午 等下午 你覺得他的靈力 當初你看到他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可以預知到未來這麼厲害 見仁見智 商業化了 但很多在巴提雅 她是巴提雅來的 她還未到巴提雅 她跟巴提雅路程相差半小時左右 但很多巴提雅和泰國人 不知道誰是白龍王 因為他們通常是拜他們自己本土的阿讚 通常我們會拜龍波爽託 龍波爽託 可以的 對身體呀 性呀 各樣東西 龍波爽託在哪裏 龍波爽託在 都幾近白龍王 都幾近巴提雅的 有機會 你在泰國 我叫我泰國的死黨帶你去 龍波爽託是人 還是佛 那個廟是怎樣呢 以前找到這個廟 這個龍波爽託是一個泥像 是不是在河裡 初來的人拿不到他上來 後來就找高僧 拿不到上來的那個不是在泰國 拿不到上來的那個是整個阿佛 就是在寮國 盧維剛以前的鄉下 龍波爽託在廟裡面 這間廟是很矮的 每個人都供奉他 那個是泥公 人以為是泥 那些叫做 不是金身 叫做什麼身 那些叫做 石身 不是石 比泥硬一點的地方 我不會說 就是供奉他 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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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會飛黃騰塔那樣東西的 那就是幫他在他的廟這裡 旁邊 建一個很漂亮的廟 將他遷移過去 摘了日子的了 摘日子的那天遷移 吊雞 吊不動的佛 就以為這個吊雞不夠力 就搬了一支厲害的那些厲害的吊雞 兩格 搬兩格來吊 都吊不動 沒有可能的 可能這個吊雞可能是吊三千磅東西 兩個加上吊六千磅東西 那個罰應該沒有六千磅 不動 吊一下吊一下突然脫了一塊出來 很厚的 接著看到是閃閃亮的 整個是金來的 原來裡面的免塵脫了就是金來的 接著跟他打磨 整個立體出來整個金 那個有錢人 我在聽我的朋友說 那個有錢人 就把新建的廟 都請佛回來放在那裡 另外舊的廟 跟他翻身 只給他一個人 那些人供奉他 現在龍波索託旁邊好像有個市集 沒錯 我去過了 我去過了 我有朋友就是拜去的 OK的 由著草變成現在OK的 還有龍波索託呢 你們呢 你又駕車 是很好的 因為我的車 我的車裡面有一個 交通安全是好的 是 交通安全督察 OK的